各位朋友大家好 自从我们开始推动全民共振平台以来 不仅仅受到了来自中共阵营的黑、造谣、搅局 而且也受到了来自于我们自己阵营的 民主阵营内部的同道的批评、质疑 那现在我就把其中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 典型的观点提出来 跟大家探讨一番 看看能不能够在有一些事情上面 跟大家打成一些共识 第一个很典型的观点就是中共现在这么强大 我们靠什么样的力量来把它推翻 我们靠什么样的力量来推动这一场革命 在任何一个专制政权倒台之前 都不太可能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力量来跟它对垒 为什么呢?因为专制政权它有一个特色 它就是要把任何反对派的力量消灭在萌芽之中 所以你在中国现在你看不到 真正的强大的力量在表面上能够跟它抗衡 很多朋友认为我们可以逐步的一步一步的 把自己的力量发展壮大 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只要它看得见你 它就会集中所有的力量来消灭你 而在它倒台之前 它始终是有这个优势 始终是有这个力量 你建立一个组织 你超过30个人 它就会把你消灭掉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革命的力量到底是来自哪里? 我们现在整个民主阵营 真正的全力投入的来推动革命的 也不过几万人 那么这几万人的相互之间 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形式 大家也没有足够的资金 没有武器弹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革命的力量到底是来自哪里呢? 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任何一场推翻专制的革命 真正的革命的力量 不是来自于民主阵营 而是来自于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的 对现状的不满 对现政权的愤怒 这种不满和愤怒 这种民怨 才是真正的革命的动力 如果是把革命比作一艘船的话 推动它前进的 是民众的怨气 革命的理念 是操纵这一船的方向盘 革命的力量是来自于民众的怨气 中国的民众的怨气大不大呢? 大到足够让这个政权分崩利息的这种程度 比如说现在全国每一年 群体性事件加起来 有几十万起 参与的人数有两三千万人 它产生的这个破坏力冲击力 足以把专制秩序瘫痪掉 秩序瘫痪掉 那么整个专制机器一停摆 那么所有的新生的力量就可以发展起来 专制政权它的末日就到了 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 我们民主派人数少 没有取代中共的力量 革命就不会起来 不是的 是先有革命了 然后才有取代中共的力量 大家要搞清楚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就容易理解革命了 就会对革命充满信心 现在很多民主派的朋友自己 一方面又觉得 你看中共现在这么烂 是历史上好像没有这么烂的政权 能够维持下去的 另外一方面 有时候又很沮丧 因为看不到 我们的力量所在 看不到未来革命的路径在哪里 所以又很沮丧 大家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之后 就不会沮丧了 我们有的是力量 这个民怨 强大的民怨 就是我们革命的动力 广大的民众 就是我们依托的基础 有了他们 有了这股民怨 有了广大的民众 我们的革命将来就能够成功 有了这个民意基础 我们的革命将来就能成功 只要把这股民意发动起来 我们的革命就能够成功 全国各地 因为强征土地 强拆房屋 都出现了很多的民间的抗议 都积累了很多的民怨 很多的民办教师 他们发不出工资来 都积累了很多的民怨 很多的国营企业 集体企业拖欠了工人的工资 这就是强大的民怨 很多退伍老兵得不到妥善的安置 这就会产生民怨 很多的金融诈骗的受害者 得不到补偿 这就是民怨 很多的人看不起病 住不起房 养不起老 这就是民怨 还有几亿农民工 他们得不到正常的国民的待遇 他们在自己的国家被当成奴隶 被当成了下等人 这就是民怨 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没有办法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他们买不起房子 取不了老婆 成不了家 这就是民怨 有了这些民怨的基础 我们革命就有了动力 有了这些动力 革命就一定会爆发 革命就一定会动员起来 那第二种观点呢 就是说 虽然现在很多人对中共不满 讲革命 但是你没有一个强大的组织 革命怎么能够形成呢 我想告诉大家 组织有两种 第一种是传统的 至上而下的金字塔形的这种结构的组织 在全国有一个中央领导机构 在各省有它的支部 在各个地区有它的分部 那么一层一层的每一个分部都有它的机构 每一个机构都有它的人员 最后组织建立到基层 每个乡每个村都有它的人员 这就是传统的组织结构 确实是在革命之前 不可能存在这样的组织结构 是不是没有这样的组织结构 革命就不能够爆发了呢 当然不是 还有另外一种组织 这就是去中心化的 无中心的网状结构的组织 这就是革命之前的一个组织状态 也就是说在全国各个地各个阶层 存在着比较小的独立运作的小型的组织 这些组织之间又通过各种各样的复杂的联系 大家形成了一个联系网 我们前几年推广的公民同城的这种组织形式 就是要这些对现状不满的人 具有民族理念的人 在每一个地区结合起来 形成一个地方性的社交团体 这种社交团体可大可小 那么大的可能五六十人一百人 小的可能就是三五个人 他们有共同的目标 有相互之间的配合 有相互之间的分工合作 那么他们就是一个实际上的组织 而这个组织又通过社交媒体 和其他的具有类似的想法的人 和周围周边地区的有类似想法的人 类似想法圈子 那么形成了一些不固定的个人性的联系 所有的这种联系 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 这种网络 它没有一个中心 它没有一个全国的领导机构 但是呢 大家相互之间 确实是都联系起来了 整个反对派的阵营 确实都已经联系起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组织形式 那么有了这种组织形式 革命就有了一个基础 现在 虽然是一个一个的小的团队 但是将来一旦 一旦全民上街之后 打破了专制秩序之后 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小的团队 就可以在街头革命当中 大量的吸收人员 吸收资金 瞬间的就扩大化 形成庞大的组织机构 当全国各个地方都出现了 这样的这样的迅速扩张的政治团体之后 再通过相互之间的联合 就可以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民主阵营 这就是未来民主力量发展的途径 那么现在我们是去中心化的 网状结构的组织 那么在未来通过相互之间的结合 形成联盟 那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传统的 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 以地方实力为基础的 同时又有最高组织协调机构的 这样的一个全国阵营的联盟 那有些人可能又会有一个疑问 既然现在我们是这个去中心化的 网状结构的组织 那么这样的组织 没有全国统一的领导机构 那么怎么样能够 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统一的意见 大家没有统一的意见 怎么能够发动革命呢 那我想告诉大家 现在我们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 全国统一的机构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全国统一的一个舆论厂 通过各种各样的互联网上面的自媒体 我们相互之间形成了一个舆论厂 这个舆论厂中呢 如果一个意见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能够在大家在讨论中形成一种共识 这种共识就是我们共同行动的一个指南 这样我们就可以采取共同的行动 民主运动的一些骨干的参与者 他们都可以翻墙 翻墙之后他们都会上推特 上油管 上脸书 这样的一些社交媒体 那么在这个社交媒体当中 大家可以充分的交流意见 那我们现在全民共争呢 主第一步的发放的这个消息的渠道 就是在推特在脸书在油管 那在国内呢 也有这个微信 QQ啊 微博啊 还有各个网站的论坛 大家可以充分的交流这些意见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一些好的有可操作性的 这样的方案方法 大家都可以提出来相互讨论 有一些得到了大家共识 最后就会形成一个共同行动的一个指南 我们现在推动全民共争呢 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种途径 首先在海外 通过海外四千万华人社会 形成一个舆论的共识 然后呢 这四千万华人社会再大力的 向国内的这些社交媒体平台 开始的推广 让这些理念 形成共识的理念呢 最后传向国内 在国内引起广泛的讨论 那么国内引起广泛讨论之后 只要其中的 由抗争阵营的其中的一部分人 能够形成一个共识 那么大家一起来行动 最后就能够形成一个规模效应 最后就能够形成一个 各个地方的抗争行动 在同一个时间 在少数地点集中爆发 这样一种态势 那么我们就能够为革命 找到一个突破口 第一次上街的人数可能不太多 可能每个省只有几千人 几万人 那只要有这样一种规模 二十万人三十万人同时上街了 在同一个时间 在少数的地点集中上街了 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冲击力 就会形成一个规模效应 就会产生共证 最后把整个的消息 向全国全世界扩展 这个时候引起其他的 各个阶层的各个地区的抗争者 纷纷响应,风起云涌 导致这个专制维稳大法的崩溃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在这样的一个革命动员机制当中 海外是起到一个关键作用的 因为在海外有言论自由 它可以形成一个 首先在海外形成一个舆论场 海外现在四千万华人 关心中国命运的 也有好几万人 这几万人 其中的一部分人 形成一个共识了 一起向国内传播这些形成的共识 比如说我们全民共证平台 我们希望大家在今年的七一 今年的十一 能够集体行动 海外的朋友 形成这样一种共识之后 一起向国内发放消息 那么这个消息 就会瞬间的达到几十万人 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 第二集第三集的传播 最后达到几百万人上千万人的 这样的一个覆盖面 那么我们的行动就有了成功的基础 所以海外起到的是一个第一步 形成舆论场的这样一个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在革命动员当中 我们在海外可以起到一个发起的 一个起点的作用 大家不要误解了 海外绝对是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的领导者 我们只是革命动员这个环节的一个部分 第一个启动者 但是呢 真正的革命的领导者 是那些在国内的民主团队 那些维权团队 他们是真正的社会的组织者 对现状不满的民众啊 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 然后呢直接推动他们呢 走向街头进行抗争 只有那些组织者 才是革命的主力 才是革命的领导者 才是未来中国的脊梁 而海外呢 我们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 政治是讲实力的 海外是远离国内的战场 没有办法投入在国内组织民众 这样的一个关键的环节 所以海外的朋友 一定要认识到自己作用的局限性 不要无限的夸大 那有一些五毛呢 都故意散布这种言论 说你们搞全民共争了 就是为了将来啊 这个当总统啊 当总理 那是无知言论 将来真正的 谁能当总统当总理 那就还经过无数式淘汰 最后由全国人民投票选出来的 那是要在全国革命当中 在全国未来的这个革命阵营的组织当中 起到最大作用的 在未来推翻中共的革命这个过程当中 起到最大作用的人和团体 是由他们来真正的成为未来社会的建构者的 是他们才能够起到领导未来中国的作用的 我们海外的这些团队呀 是没有这个根基的 我们老老实实的做好我们呢 这个马前卒的工作 做好我们呢 点燃这个盗火索的这个工作 一旦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之后 我们就会退居二线 如果我们在场能 那么我们就会被淘汰掉 那么真正起到巨大作用的 是国内的民主派 在全民共争真正的爆发之前 他们能够起到什么样作用呢 首先他们会联络当地的那些维权抗争者 那些有利益诉求的那些群体 有极强的上街的意愿的那些群体 把他们联络到 然后跟他们进行沟通 然后把这个全民共争的信息传递给他们 让所有的这些在不同地区的不同阶层的 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 他们都选定同一个日子 也就是七一或者十一 大家一起去上街 和其他的地区的和其他的阶层的这些抗争者 同一天上街 就会形成共争效应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有很多的沟通 很多的交流 有很多的争论 最后会达成一些共识 达成共识了 实际上民主派 就和他们形成了真正的实际上的 形成了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在未来真正的爆发之后 全民真正的上街之后 这就是未来中国民主派的组织基础 组织的核心 有了这个核心 一旦民众上街了 那第二个民主派就是要以自己的民主宪政的理念 来引导这个运动 向民主革命的方向去 所以未来的革命一定是以利益诉求启动 有民主宪政理念引导的这样的革命 现在呢 国际上对中共的压力已经足够大了 现在国内民怨对中共政权的不满也已经足够大了 中共体制内的内斗已经白热化了 已经达到了你死我活的这种程度 现在是推翻中共破局专制的最佳的时机 我们现在推动全民共争 就是要在这样一个最佳的时机 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时候 我们要找到一根导火手 把摧毁专制打发的这个炸药把它点燃 我们希望海外的朋友 国内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个历史的使命 中共已经导致了天怒人怨 危害中国已经达到69年 我们绝对不能再让他们持续下去了 已经够了 现在是时间行动了 这一次七一 我们希望大家 希望所有有利益诉求的这些朋友 一起到省委去请愿 要他们走群众路线 倾听群众的呼声 我们也希望所有支持他们的人 到那里去围观 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聚集 如果七一聚集不成 我们希望大家十一接着再来 就在今年一定要把他们挣垮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